桑伐夏 国号桑 六百载 自咒王 这就是讲桑朝的历史 桑原来是在夏朝国都东方的一个小国 桑应该原来就是一个部落的名字 这个部落叫桑 桑是桑灭夏 后来成立的桑朝的第一位君主 当然他不可能是桑族的第一个首领 他之前还有好多桑族的首领 但是他是桑朝的开国君主 桑的名字有很多在中国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就有一句话叫桑有七名 桑有七个名字 桑族的活动区域 主要在今天的河南北部 河北南部和山东的西南部 这么一块地方就是桑的活动区域 到了汤 实际上已经传了十几代了 他们的国都也一直是搬迁的 经过八次迁徙以后 桑朝的国都才搬到了今天河南的桑丘 河南这个地名桑丘 就是因为他做过桑朝的首都 才得了这么一个名字 桑族这个部落在当时相当的有地位 为什么相当的有地位呢 桑族的祖先原来在姚的手下 担任过负责教化的官员 负责教育啊教化的官员 他别的祖先呢 又曾经协助过大鱼治水 所以整个这个部落 在当时众多的部落当中 拥有特殊的地位 到了汤担任这个部落的首领的时候 或者担任桑国的小这个小国军的时候 桑的这国力啊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强大起来 一个国家的强大 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是就伤的强大 我们后来首先就归结为 汤的为人 非常的仁厚 非常的仁爱 《史记》里边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